我们前面介绍二氧化碳可以被固定 那就是在碳反应当中 把二氧化碳跟RUBP结合 好,我们把这个过程写一下 二氧化碳是个气体 它跟RUBP二磷酸合同碳 形成两分子的PGA 这叫磷酸钢酸对吧 好,磷酸钢酸是一种三碳酸 像这样子的植物 它要先把二氧化碳固定成三碳酸 就叫做C3植物 或叫三碳酸植物 所以C3植物大家最熟悉 就是我们之前学到的那种 但是如果今天气孔关闭了 气孔close了 怎么办?二氧化碳不够 你就不能形态反应了 怎么办?所以其他植物担心 我天气一干旱,气孔一关闭 我就没有二氧化碳了 所以生活在比较干旱的环境的植物 就慢慢研发出其他的模式 我们称为C4植物 它先把二氧化碳 平常开气孔的时候 先把二氧化碳转变成四碳酸 这个四碳酸叫苹果酸或草西里酸 先储存起来 因为二氧化碳随时会缺货 我就先囤货 囤货的位置是在夜漏细胞 夜漏细胞吸收二氧化碳形成四碳酸 到你需要二氧化碳的时候 再跑到微管束翘细胞 把四碳酸释放出二氧化碳 才进入卡尔文循环 去形成PGA磷酸 所以它的三碳酸的过程 还在 卡尔文循环还是正常的 只是前面多了一个储存二氧化碳的过程 在二氧化碳充足的时候 先把二氧化碳储存成四碳酸 好四碳酸 包含苹果酸或草稀酸都是酸 这叫C4植物 叫做四碳酸植物 先固定成四碳酸 再丢出二氧化碳 行卡尔文循环 它甚至就可以适应 随时会关闭气孔的干旱环境 例如温带地区 如果在热带也热带 比较温暖潮湿 比较湿 就比较适合C3植物 因为气孔不会随便关起来的 我都有充足的二氧化碳 好 那另外一群植物更极端 它生活在非常极端干旱的沙漠 它是晚上的时候气孔才能开 可是晚上你开气孔有什么用 因为碳反应是在白天进行的 那怎么办 好吧 只好晚上打开气孔的时候 把二氧化碳先固定成四碳酸 苹果酸或草稀酸 储存在中央大医包 到了白天没有二氧化碳的时候 才释放出二氧化碳 去行卡尔文循环 所以C4植物是裂漏固定 然后在乌果酸下气孔 行卡尔文循环 在空间上有区分 叫空间上的分工 CAM植物是晚上的时候固定四碳酸 到了白天才释放二氧化碳 行卡尔文循环 是白天跟晚上 晚上跟白天的时间上的分工 好 这三种植物一个叫C3 就一般的 C4一个叫CAM 谁的光合中央效率最高 是C4植物 第二名是C3植物 最后一名其实才是CAM 大家会说可是CAM不是可以固定二氧化碳储存起来 它不是有原料存货吗 为什么它光合中央效率比较差呢 CAM的光合中央效率差 跟二氧化碳无关 是因为它什么在沙漠 它缺水 而水是光反应的原料 它是二氧化碳有储存 但水真的没办法 所以CAM植物的光合中央效率比较差 不是因为二氧化碳不够 它已经演化出CAM的路径 可以储存二氧化碳 是水不够了 所以它的光合中央效率比较差 好 那我们来看它们的结构 一般的C3植物 大家最熟悉 上下表皮之外 有榨状组织跟海绵组织 那如果是C4植物 上下表皮之外 它是满满的叶肉 不分榨状海绵 之外 你会发现它的叶脉 旁边有好大的尾管束翘细胞 超级大 它的尾管束翘细胞非常的发达 尾管束翘细胞 因为它必须由尾管束翘细胞 来行卡尔文循环 叶肉只是固定二氧化碳层氏酸 还有行光反应而已 它真正行卡尔文碳反应的地方 是在尾管束翘细胞 所以它的尾管束翘细胞 超大颗的 有道理吗 好 那我们来看实际照片 上表皮 下表皮 榨状组织 海绵组织 C3植物 最普通的 好我们看 上表皮 下表皮 叶肉塞的满满的 有很肥大的尾管束翘细胞 这是个尾管束叶脉 好大的尾管束翘细胞 它就是C4植物 所以C4植物有个重要特征 尾管束翘细胞会膨大 很明显 而中热反而没有 你看中热的尾管束翘细胞 好普通 是它的旁边的平行脉 尾管束翘细胞 好大 然后再一个辅助特色 它的叶肉细胞 塞的满满 不分榨状组织跟海绵组织 好 如果大家对于结构了解了 我们就来用四翼图来介绍 C3 C4 跟CN 到底在运作上的差异 先看C3植物 它最普通了 二氧化碳直接进入到基质 这是叶力体的基质 跟RUPP结合 去行卡尔文循环最一般的 但一旦气孔关闭 气孔如果关了 你就没有二氧化碳 所以它不喜欢生活在干旱的 很热的地方 一热一干就关气孔 就不能行碳反应了 所以它生活在超市的环境 好 所以CN之物演化出来 是为了对抗 气孔会关闭 当气孔打开的时候 我的二氧化碳能进来 气孔open的时候 二氧化碳进来 赶快跟三碳酸的丙酮 结合成四碳酸 变草细乙酸 草细乙酸再变苹果酸 苹果酸运输到尾管素翘细胞 由叶肉细胞运入到尾管路翘细胞 在这边苹果酸释放出二氧化碳 进入到尾管路翘细胞的 叶率体的基质 形成糖类 糖类就直接往右边运入到叶脉 叶脉就是 因为是尾管素翘细胞 尾管素在中间 好 各位除了它有储存二氧化碳的原料储存 之外 这边是放原料的工厂 这边是放原料的厂 这边是加工的工厂 然后形成的产品直接送到叶脉 看到没有 是个标准的生产线 因此C4-5是目前已知 光合作用效率最高的一群植物 先固定出原料储存好 要向右加工 再向右运输种 整个是标准生产线 不会互相干扰 其中叶肉细胞的叶率体行光反应 及二氧化碳固域成四氮酸 尾管路翘细胞的叶率体行碳反应 也就是卡尔文循环来形成糖类 好 这叫做空间上的分工 所以到了天气一热了 气孔关闭了 不怕我还有储存的四碳酸可以用 有储存 这叫空间上的分工 那么CAM植物是怎样呢 晚上的时候气孔打开 二氧化碳形成四碳酸 形成苹果酸 储存在中央大一包 到了白天才释放二氧化碳 来行卡尔文循环 这叫时间上的分工 夜晚跟白天 因为白天不能打开气孔 沙漠植物白天打开气孔 会脱水而死亡 它水太少了 一开就太热就脱水 所以只能晚上打开气孔 所以演化出这样子的代谢入境 好 我们来看这个比较图 其实可以比的就是C氏跟CAM C氏植物代表甘蔗 CAM植物代表有凤梨 好 那CAM植物的中文名字 我念一下给大家听 它叫做景天酸代谢 最早是在景天科植物发现的 所以CAM植物常见于沙漠植物 包含凤梨科的植物 仙人掌科的植物 还有景天科的植物 景天科的植物就是乳慧 那个夜枕后的乳慧 堕漏植物 它们都是沙漠植物 好 CAM植物是在夜漏细胞 包含二氧化碳固定成四碳酸 在围管独销细胞 释放二氧化碳形卡尔文循环 叫空间上的分工 CAM植物是沙漠植物 它是晚上的时候固定成四碳酸 白天的时候 把二氧化碳释放出来 形卡尔文循环 是时间上的分工 所以很像 只是一个空间上区分 一个时间上区分 好 那我们来做最后的大统整了 C3植物就是三碳酸植物 它的叶子分为榨桩和海绵组织 C4CM不分榨桩和海绵 C4是由 它没有分 只是它的围管独的小细胞很大 叶预体很多 CAM植物是松散的海绵组织 填在它的叶子 那下面是例子的 各位例子要知道 因为考试如果考例子 你不知道你就不会了 水稻 小麦 大豆 长春花 都是一般的C3 玉米 高粱 跟甘蔗 是C4 仙人掌科的 凤梨科的 景天科的 就是沙漠植物 属于CAM植物 CAM植物是生活在潮湿的地方 CAM是在缺水的热带地区 然后CAM植物是在极端缺水的沙漠 一般的植物都是晚上关闭气孔 白天才开 可是CAM植物是白天得要关气孔 不然会脱水而死 以上我们就把C3 C4CAM植物 大概做个比对 好 好